好 大家好 我們今天來介紹七煞星 我們講說每一顆星的重點 其實都是在它的對攻 七煞星的對攻一定是哪顆星 一定是天府星 一定是天府星 所以七煞的那一種堅持 其實是因為 他的內心有一個天賦 天賦化氣為圈 也就是說 我希望要對我的內心有所掌控 我希望外面的人看我 會覺得我是可以掌握一切的人 七煞在做什麼事情很堅持的原因來自於這個地方 所以呢 那問題是 天府星這個化氣為全 他不見得 每一次都是天賦 他通常 這顆天府 旁邊 還會有另外一顆星 這種雙星的時候 我們每次都告訴大家說 雙星的時候 他的重點 會有前後的分別 也會有祖從的分別 所以呢 七煞對面呢 會有 子輔的組合 蓮輔的組合 還有 吳輔的組合 這個七煞 對攻 如果是吳輔 吳曲加天賦 他所希望要能夠 掌控的事情 會跟吳曲有關係 他做任何事情跟想法跟考量 非常的勿施 那如果是蓮輔呢 他會希望自己啊 要有一個自己的人際網 要有一個自己的 地位 要有一個 能夠去 去完成自己內心的一些對自己的期待跟夢想 這是蓮真 可是呢 還有一組呢 叫紫薇 叫紫薇 七煞對攻呢 是執伏的 那紫薇呢 是一個 化氣為尊 是一個需要被 滿足跟尊榮的 跟得到光環的一個心要 所以 天賦在輔導的這個紫薇呢 要的啊 都是希望說 可以讓這個紫薇啊 可以 得到 為什麼是實質的光環 因為天賦性的關係 他是務實的去 規劃給自己有所期待跟 自己去做努力 讓這個紫薇星他不是只有尊 不是只有 那種人家捧他就好了 不是只有人家給他面子就好了 所以基本上呢 紫薇跟天賦放在一起呢 是一個面子里子 他通通都要的一個祝賀 而 七煞星的對攻有指輔存在的時候就表示 這個七煞 他對自己的堅持 對自己的努力 對自己的要求 希望在 外面 能夠滿足他內心裡面 面子里子都要 這樣子的特質所存在 前幾集我們都會講每一顆星的四化 因為七煞星自己本身是沒有四化的 而天賦星也沒有 誰會有呢 紫薇星會有 紫薇星會有 所以七煞對攻如果是紫薇跟天賦 紫薇星是有四化的 會畫顆 然後會畫拳 七煞對攻是紫薇天賦這一組 也是一般被人家講說 他是七煞裡面一個著名的格局 叫七煞草斗格或七煞斗格 這是斗數盤嘛 對不對 七煞在這邊 然後往下看 叫七煞斗 七煞在這邊 往上看 叫七煞草斗 這個一般被人家稱為是還不錯的格局 因為他對攻 有兩顆地心 有紫薇跟天賦在那邊 而且呢 這個人呢 個性堅持 然後 做什麼事情努力 然後呢 內心裡面呢 面子給他都要 正常的情況之下 什麼叫正常的情況之下 就是說 他有 組合到他該有的東西 什麼叫該有的東西呢 天賦星來講要帶陸村 紫薇星來講呢 三方式陣呢 要帶到吉星 如果有組合到該有的東西 或者至少 陸村星要再對攻 這樣子的話呢 這會是一個好的 七煞草斗格或七煞斗格 那就表示說這個人有能力 肯拼命 而且呢 重視自己的 面子 也重視自己真實的價值 又有人可以幫忙 那這樣子人 當然就會變成是一個 很好的事業上的格局 也很好的 人身上很容易會有成就 華人的兩個大的首富 一個姓李的 一個姓郭的 都是這個格局 但實際上是如何呢 實際上呢 我們第一個當日要考慮到說 他這個紫薇星有沒有辦法拿到 足夠的條件 如果沒有辦法拿到足夠條件 這紫薇星相對來講 就會有一個小小的缺陷 就是 比較容易因為面子的問題 會去做一些錯誤的判斷 那如果說呢 以命簽來講 簽移工啊 我的紫薇如果化科 我只會如果化科 而我紫薇星呢在 沒有吉星幫忙的情況下 我就會容易變成說 欺煞的固執 再加上我對外又 很好面子 反而會容易啊 讓自己啊 會有那種 時不我雨的感覺 會有一種啊 我明明很好 但是為什麼 都沒有機會 化權 相對會好一點點 我們這些都講本命盤 因為他畢竟是本命盤 缺了一個天府化路 他總是會有 流年啊 大限的路存會走進來 所以我如果紫薇化權 而天府化路的時候呢 我即便是沒有吉星在旁邊 我都會容易讓自己啊 有一些企圖啊 有一些善於規劃啊 等等的存在 而且當 紫薇在化權的時候啊 相對沒有那麼愛面子 那做事情就會務實很多 比較容易啊 在世界上會有發展 那命公同管十二公 所以啊 這個組合跟邏輯 在基本上呢 在財博公上面也是一樣 如果七薩在財博公 而福德公呢是 紫薇跟天府 但到柯的 容易追求 精神上的享受 重視一些精神層面的事情 但到權的呢 他相對來講就會比較在乎說 他自己事業上啊 會不會有所發展 然後會不會有所能力 如果呢 七薩在福德公 紫薇天府呢 在財博公的這一組 其實啊 也很容易在事業上啊 會去努力 會去為了 賺錢 然後會希望要多有所拓展 當然 這個大情題上就是說 他沒有受到預先的影響 有人也許他連續幾個大縣 那個 財博公或命公都在走陀螺的 那可能就變成是 他想要做 他也沒能力做 我們現在講的是 本身自己這樣的特質 那七薩在財博跟七薩在福德的 差異在什麼地方呢 七薩在財博上面 比較容易在理財上面啊 因為衝動的出血問題 而七薩在福德的呢 七薩在福德的呢 他只要不是紫薇化科 他基本上也不會亂花籤 那但是呢 他 會在那個意志力啊 在精神層面上面啊 相對來講 會更固執一點 這個組合如果是放在 關露公呢 就是我七薩的關露公 夫妻公是紫薇 跟天府的 這類的人呢 他不見得 會希望 自己要有事業 他會覺得說我在工作上面有一個 穩定的發展跟一個 升遷的機會 他大概也就覺得OK了 但是呢 這個升遷的機會跟穩定的發展呢 相對於連府的那一組啊 連府會 更在乎 他在這工作上快不快樂 有沒有辦法 認識到更多人 而紫薇會在乎的是啊 他有沒有辦法有張漂亮的名片 可以拿給人家看 如果是顛倒過來 是七薩在 夫妻公 而紫薇在關露公呢 那 這個人呢 他在找工作上面啊 就會更在乎 不但要有好看的名片 而且還有好看的薪水 他就兩邊他都會在乎 如果以夫妻公的角度來講呢 我如果七薩在夫妻公 我要求的對象 當然就是一個 要條件很好 人中農縫 然後呢 帶了出場 還給了七千 這樣子的人 如果是紫薇天府在 在夫妻公呢 他當然也有可能 他當然也有可能說 他是要一個條件很好的 對象 像我們剛剛講的 面子底子他都要 那中間差異在什麼地方呢 我七薩在夫妻公的時候 我會為了感情 很拼命 我的男人啊 是不是真的會給我錢 他看起來給我錢就可以了 因為呢 這個時候他的紫薇跟天府 在關露公 也是在感情的外面 所以呢 我感情很堅持 然後呢 我希望讓大家覺得說 我都找到條件很好的男人 那是不是一定是 這個 就不見得 可是如果倒過來 紫薇跟天府呢 在 夫妻公 而對公是七薩的 這個呢 就會 我真的要拿刀籤 然後真的 要是 很有面子的男人 那如果說 是在 蒲薇公呢 這個人啊 通常 對朋友是講義氣的 然後呢 通常呢 也喜歡在朋友裡面 讓人家呢 覺得他是 很有能力的 然後 很有領導能力的 很有 能夠幫助大家的人 如果說是在 兄弟公 兄弟公的話呢 蒲薇公會剛好是 紫薇跟天府 這個人呢 通常 他 在交朋友的時候 他會有所挑選 能力比較差的 他不會想要忘來 這個能力包含了 社會地位 跟 財經的能力 他就比較不會想要忘來 如果七薩是在 兄弟公的話 當他的紫薇星 帶到拳 或帶到科 也通常會希望 自己在兄弟姐妹中間呢 是能夠得到 地位或得到 知識的 還有一個情況就是那個 你爸爸會喜歡 長得漂亮 又聰明 又有能力的女人 而且可以獨當一面的女人 因為兄弟公也代表了 父母 夫妻公 父母會代表爸爸 如果說 七薩星是在父母公 你這個時候 剛好極餓公會是紫薇跟天府 這樣子的人 通常 七薩屬金 廢要注意一點 然後 紫薇跟天府都屬脾胃 所以可能腸胃不太好 如果當你紫薇在化科的時候 這樣子的人 他通常 會比較 重視 他自己的身體狀況 別人介紹他這什麼補品 他也比較能夠接受 但是坦白講如果當浴衣線有殺技走進來的時候 他也比較容易 直接就出現那個 腸胃上身體不好的問題 如果是化權呢 我們常講說 極餓公也會代表了 是 人對身體的使用方法 所以 這一類的人 他通常 如果他有需要 他也是很願意 操勞他自己身體 然後折磨他自己身體的人 因為他會覺得說 我可以好好的控制我身體 唯獨要注意 還有另外一個要注意就是 當紫薇帶到科匯帶到犬的時候 在飢餓公 都有可能 我本來在先天上面 我的腸胃 有不好的狀況 並且 在老年的時候 容易會有一些 病發症會出現 因為腸胃引起的病發症會出現 如果說 七薩是在極餓公 子輔的脾胃之外 只要注意的就是 七薩他的肺的問題 如果有薩劑進來的話 可能就要比較注意到 容易 在小時候 會有一些 撞傷 受傷 等等 如果是在田宅公 七薩在田宅公 要注意的當然是 你跟家庭的關係 一樣的 你會希望在家裡面得到尊重 自然而然就容易跟家人 會產生一些摩擦 如果是在子女公 那就表示說 你會希望自己小孩 是很有能力的 然後是人中之鳳 最帶小孩的房子 有的時候 會太過於強勢跟強硬 不管是在子女公 或者是在田宅公 當子威出現 化科化權的時候 本命盤 當然不會說 你要去買房子 可是如果是運線盤 那其實是有 買房子或整理 佈置家裡的機會 如果是本命盤來講的話 我們單獨的會覺得說 你希望在家中 或是 能夠掌權 或是能夠 對孩子有所控制權 那化科那個比較簡單 化科那個只要你兒子 願意捧著你 你就不太會灌他了 以上呢 這是 七大對公主 子威跟天賦的話 在十二宮 當子威如果 化權 或是化科的時候 基本上 解釋 喜歡的話 記得 要按讚 你們看我們的節目 可以跟大家一起 學習跟分享 非常開心 期待 接下來 七大對公 武曲跟天賦 還有連身跟天賦 謝謝大家